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渐渐地我们退休了 进入人生的中老年阶段 一个人到了这个年龄段 就会有这五种苦向我们逼近 如果我们能熬过这五种苦 晚年就会很幸福 只可惜啊 很多人都败在了第四种苦上 那么人到中老年 究竟有哪些苦会向我们逼近呢 一,退居二线的苦 人到中老年 我们成了退休族 退居二线了 看得开的人会如是重负 认为自己该轻松轻松了 而更多的人呢 却要开始承受被人冷落 以及感受到人走茶凉的苦 是啊 一个人如果在身处某个重要位置的时候啊 平时前呼后拥的 或者很有话语权的时候 那种感觉自然是很嘚瑟的啊 一旦自己退居二线 那些跟风的人早就不见了踪影 而那种从高处落到低处的苦涩 相信很多退居二线的人都会明白 二 亲友见少之苦 退休之后 我们也开始老了 一个人老了 身边的人会越来越少 其实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这个时候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某些亲友 甚至是我们的某个知己 都可能因为年老或者疾病 会突然离开我们 当这些我们曾经最为熟悉 最为亲切的人 离我们而去的时候 我们内心的痛苦 自然是难以言说的 所以 人到中老年 亲友见少之苦 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会 并且接受的事实 退休之后 我们步入中老年新的阶段 而我们的子女呢 也已经长大了 并且已经成家立业了 这个时候 子女会为了自己的工作 出去拼搏 去奋斗 更多时候啊 子女是无法陪伴在我们身边的 当我们看到 曾经子女簇拥的家庭 不见了子女的踪影 那种空荡荡的失落心情 是非常难受 非常让人感到心酸和痛苦的 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子女也是一样 等到了岁后 我们必然要和我们的子女分离 甚至是永别 这就是人生 这就是现实 我们要学会承受 并且接受子女远离之苦的到来 退休了 我们人便轻松了 但我们的身体也开始老了 当一个人老了 我们的身体机能自然就会下降 我们的身体自然就开始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 当一个人退休之后 身体出现了大的疾病之后 那么很多人会熬不过去 他们在长期痛苦的折磨之中 会渐渐失去对生活的乐趣和信心 所以 人到中老年 我们一定要懂得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 尽量让自己的余生活得有质量才好啊 5.孤独寂寞之苦 退休了 我们开始老了 孤独寂寞也开始随之而来了 这时候呢 也许夫妻两人的话更少了 也许无人理解的痛苦和下一辈人的代沟都开始出现了 如果我们没有用正确的心态去化解 难免啊 天天沉寂在孤独寂寞之中 作践自负难以自拔 这样的痛苦会让我们一蹶不振 甚至是自保自弃 之后彻底失去人生的斗志 所以 人到中老年 我们要懂得换个方向重新出发 找到我们新的兴趣点 才能让我们的人生更有乐趣 朋友们 你们退休了吗 你们步入中老年阶段了吗 其实呢 人不管在哪个年龄 都会有这个年龄的烦恼甚至是痛苦的 但是 我们只要不自保自弃 只要懂得用正确的心态去化解 为了使自己能够经常保持乐观的情绪 要学会善于自我调解情绪 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能找到乐趣 具体来说呢 就是要做到三乐 一 学习乐 俗话说 活到老学到老 人生一辈子 不管你有多少精力 也不管你有多大的年纪 也不管你曾经有多高的地位 到了晚年 还是需要学习 学习不是青少年人的专利 学习也是老年人必做的功课 时代在发展 历史在前进 知识更新得太快了 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 作为老年人 如果每天用一点时间用在学习上 每天有一点点小的进步 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就比如说 现在的网络 手机 智能化 数字化 有很多新鲜的知识 也值得我们用一点时间 花一点精力 获得新的知识 否则就会被时代所淘汰了 被智能化所遗弃了 当然了 我们要学的 只能从我们自身基础上开始 放下自己的架子 端正学习态度 向别人学习 向晚辈学习 不懂就要多问 也说明有上进心 有时呢 还可以在网上学习 现在的学习条件 比以前好了几百倍 只要想学 随时随地都可以搜索到 查找到想要学的知识 老年人做到爱学习 多动脑 可以延缓大脑的退化 丰富的思想 二 劳动乐 我认为老年人啊 只要身体没有大碍 可以从事一些轻微的体力劳动 比如说做做家务 比如说适当帮儿女照看一下孩子 别以为这些太麻烦了 适当的劳动就等于是身体的锻炼 通过劳动 我们也能收获一点成就感 也可以体现到晚年生活的价值 看到很多爱劳动的老年人啊 他们的身体就特别的好 对生活的态度也比较乐观 心情呢 也会比较好 寿命也会比较长 劳动可以给人一种存在感和成就感 不妨试一试 在你感觉到忧愁和苦恼无法释怀的时候 去找一点事情做一做 做着做着 烦恼和苦闷渐渐地就烟消云散了 劳动给人带来的快乐 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快乐都无法代替的 既是锻炼身体 并且又能得到快乐 一举两得 何乐而不为呢 三 聊天乐 聊天也是一种快乐 人们的思想和想法是需要交流的 聊天是最直接最简单的交流方式 人们在生活之中 对许多人许多事 总有一些想法感悟 或是忧愁或是快乐 我希望告诉别人 把自己的心情分享给别人 通过聊天这种方式 说给别人听 得到别人的赞美和认同 这也是一种快乐 跟几个老熟人或是老朋友 聚在一起谈天说地 海阔天空畅所一圆 彼此掏心掏肺 何尝不是一件乐事呢 别人把自己的见闻告诉你 你有什么新鲜事 也告诉别人 这就是独乐乐 不如众乐乐 其实聊天啊 不仅是仅限于朋友之间 而且在家人之间 也要聊天 一家人在一起 有时间就说说话嘛 可以增加家人的感情 无论是父母和子女之间 或者是夫妻之间 在一起有说有笑的 这种家庭感情都比较和谐 彼此的关系都非常的融洽 有时在生活之中 难免有一些摩擦 或者是误解 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聊天 把各自心里的话给说出来 心知肚明了 天上的乌云就散去了 晚辈对长辈的孝敬 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 同时在精神上也要到位 最好的办法就是 多陪陪自己的长辈 与他们聊聊天 这样他们就不会感觉到孤独 不会感觉到冷漠 作为长辈的老年人 也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多与自己的晚辈去聊天 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不要把所有的苦闷 都憋在心里 你不说出来 他仍然不知道 只要你说出来以后 他们知道他应该怎么做 年老的人都要有一种 有意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 晚年生活幸福 要自己来掌控 不能全部依赖儿女来安排 他们的工作忙 生活压力大 我们要理解 要过一种充实的生活 不要有太多的空闲时间 去胡思乱想 不要去抱怨自己的儿女 自己能做的事情 就自己来做 这样晚年的生活 就不至于太过于空虚 太无聊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缠频道 别忘了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开启当我接下来 爬此理解